再来看,丹东葫芦岛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批试点城市 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 把更多的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 充分发挥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社会组织的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基层 今天的走市域看治理板块 我们一起走进丹东和葫芦岛两座城市 看看他们是如何助劳社会治理根基 做到网格服务零距离的 丹东市振兴区的安东老街 以独特的建筑风格、多元化的饮食元素 成为了丹东的网红打卡地 李星海是安东老街的网格员 每天都要对老街的各个角落进行检查 除了了解商户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外 还要对老街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李星海第一时间和领导做汇报 同时紧急召集维修班到现场检查 在将地面挖开后 检修人员发现 确实是地下水管的主管道发生了泄漏 如果抢修不及时 将会导致整栋楼的住户 以及老街内的所有商户 出现用水难的情况 由于发现及时 仅用了两天时间 主管道就完成了维修 排查仔细 行动迅速 指挥到位 处理及时 这也成为了振兴区网格化管理的特点 创新市与社会治理更新工程 依托移社区村 以法律顾问 红色物业工程 红色商权模式 等具有阵营区特色的市与治理品牌载体 将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出角 延伸至各个层面 为了助劳市与社会治理根基 丹东市强力推进宗志中心规范化建设 通过抓乡代村促现 按照武士一厅一中心标准 提升宗志中心的建设水平 阶级构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将网格服务管理与宗志中心一体化运作 形成一村一网格园 一警园一民调园 一治安园一法律顾问的模式 为市与社会治理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丹东市以构建边境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核心 图出自身边境城市特点 以宗志中心建设为抓手 以1加1加N网格体系为导向 充分发挥市级层面的统筹协调作用 强化市县乡村市级联动 实现协同配合和多方融合 通过打造市与社会治理单中模式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局面 赵丹是葫芦岛市龙岗区龙湾街道 希望社区的一名网格员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辖区内检查走访 前不久在一次日常检查中 赵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顺着气味赵丹来到了一个小区内 一栋居民楼前 随着气味越来越重 赵丹怀疑是楼前的人气管道发生了泄漏 龙岗区在全区实行在职党员进社区 鼓励社会组织机关单位党员到社区报道 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 实现党员活动在网格上 问题处理在网格上 管理服务在网格上 逐步实现多网合一 组网合一 使每个网格成为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 龙岗区在网格化建设中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大数据为手段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 织密了党区一张网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跑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加速度 为了夯实基层基础 打通市域治理最后一公里 葫芦岛市重新划分基础网格 10720个 配备10720名网格员 以基层党建为引领 将网格内的社会组织 志愿者队伍 物业公司 家政服务公司等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盘活 打造了一批红色品牌 让基层社会力量的威治理 释放出大能量 葫芦岛市切实提高风险排查 防控化解 标本监制 转化能力 着力抓实 四级宗族中心建设 按照2加4加N模式 明晰只能定位 强化矛盾 纠纷排查条数 便民服务 充分发挥好社会治理平台功能 打造一批红色品牌 夯实示意社会治理的基础